没有 没有 这里也没有 到底放哪儿了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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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我的宝物不见了 呃 宝物 天呐 是收藏的历史文物之类的吗 像化石什么的 也可能是其他什么非常贵重的东西吧 呃 糟了 基地不会进小偷了吧 不是不是 都不是 我猜 那是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机器吗 呃 我知道了 是好吃的零食 对不对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 呃 是一个小小的手工机器人 呃 是手工机器人啊 是玩具吗 没错 它就是我的宝物 虽然可能不值什么钱 但是 对我来说 它真的非常重要 其实 它是我制作的第一个机器人 名字叫布里奇 嘿 别看它小小的 背上却背了一枚火箭了 嘿嘿嘿 哭吧 想起布里奇第一次走路时 我开心极了 那种喜悦的心情 都现在我都记得 布里奇外表看起来很普通 虽然它不会复杂的指令 但它依然是我的宝贝 它 它就长这样 是不是很可爱啊 这画的是什么呀 看着像怪兽呀 这是布里奇呀 一无所见 凯莉这幅画应该是应用了抽象派的画法 凯莉 你这画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我可是用心画的 一模一样呢 来蓝星时 我还特意带上了它 没想到 竟然一不小心给弄丢了 可能是忘在哪里了 其他地方你找过了吗 嗯 能想到的地方我都找了 还是没找到 你有布里奇的照片吗 或者视频什么的也可以 没有 只有这张画 这张不行吗 你确定你画的这个真的是布里奇吗 嗯 好了 你还是别说了 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 嗯 在过去的几年里 新元氏一共登记了两百件事物申报 其中成功找到的只有两件 概率只有百分之一 嗯 嗯 嗯 我一定会找到的 嗯 布里奇是我最珍贵的宝物 就算翻遍蓝星 我也要找到 我决定在这基地附近找找看 我决定在这边 我决定在这边 看来不找到布里奇 凯莉是不会罢休的了 其实也能够理解 毕竟是她亲手做的第一个婉拒 嗯 不过 就是怕不好找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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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有个好主意 不如我们来个礼物大作战怎么样 礼物大作战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这些宝贝都当作礼物送给凯莉的话 她一定会感到特别开心的 想象一下她收到礼物时那惊喜的心情 肯定一下子就把烦恼给忘光了 听起来不错 第一次见凯莉这么难过 我们得想办法让她开心起来才是 如果送那个 但愿她不会觉得太奇怪吧 我已经想好送什么了 现在我宣布礼物大作战正式开始 不好 心愿是有异常情况 那是什么东西 看着像个巨型机器人 可恶 这家伙什么时候出现不好 非得这个时候来捣乱 陈飞必须赶快拦住她 我知道了 看我速战速决 然后继续礼物大作战吧 什么礼物大作战 吓我一跳 凯莉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我就是随口一说 对了 我得赶紧变身了 差点露笑 还好陈飞这小子反快 龙战士 星园 变身 对了 检测到超大不明物体 全身上下都出现了强烈的无尽金属反应 其他信息无法确认 既没有能表明身份的特征 也无法判断是来自蓝星还是宇宙 而且 它的外壳被紧紧包裹着 根本探测不出里面的构造 无法确认的信息太多了 情况有些棘手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抱歉久等了 没有错过好戏吧 陈飞就是这个家伙吗 看起来有点不一般呢 云阳 你先继续查下去 伙伴们 咱们先开始战斗吧 没问题 放心 一旦查到什么 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飞员跑车 我们合体吧 来啦 光速开转 飞银站开去看 速战速决 直接用锤子压别那个家伙 好主意 直接一击结束战斗吧 剑实入手 用锤 θά 银十重锤 驾 驾 驾 初步分析出来了 除了无尽金属 在它体内 同时还检测到了 类似于金属铁的成分 铁 不 应该不是纯粹的金属铁 总而言之 这个怪物的身体 是由某种人工合成的 特殊材料所构成的 不知怎么的 它的全身 竟然被无尽金属包裹的 密不透风 找到对付它的办法了吗 没有 目前掌握的信息 实在太少了 不管了 这招不行 就下一招 总能行的 急速方程车 该我登场了 等会儿 不要被我迷住哦 既然力量行不通的话 那就用速度来 决一胜负吧 急速装刃 究竟还解决不了你 怎么还是不行 这家伙的抵抗力 实在是太强了 这该怎么办呢 看来 我必须找出 那家伙的弱点才行 雷霆木托 准备战斗 尽力量行不通 尽力量行不通 怎么会这样 我就不信了 冲锋剑斩 这家伙怎么这么强 丛林战斗 陈飞 我没事 最强防御形态可不是说说而已 检测到怪物身体的温度在上升 它里面好像在变热 陈飞千万小心 怎么会这样 这家伙竟然会飞 到底什么来头啊 那枚火箭 七号我躲得快 不然可就惨了 这家伙确实厉害 但我也不是吃素的 来呀 怎么了 月瑶 那个机器人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该不会 烟雾实在太浓了 暂时无法确认怪物现在的位置 无论如何 我都要阻止那个家伙 陈飞 现在我们对那怪物还不够了解 你也看到了 刚才的攻击对它没有用 这样下去不行 先别进攻了 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来不及了 进攻总比什么都不作强 陈飞 盲目的进攻不是办法 要先知道敌人的弱点 不 不能停 只有进攻才可能胜利 陈飞 你试试 用丛林越野车的必杀技 丛林阵斧 凯莉 等一下 刚才你也看到了 这招对它没有用 我仔细想过了 应该是攻击的方法有问题 攻击的方法 这怪物是由一种特殊的复合材料构成 这种复合材料具有强大的抵抗力 这就是为什么陈飞的攻击 对它一点效果都没有 直接攻击它的本体恐怕没用 看见它身上覆盖着的无尽金属了吗 陈飞 等会儿朝那里攻击 知道了 这办法真的能行吗 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 不好 怪物体列的温度又开始上升了 估计是要发射破坏光线了 陈飞小心 在发射破坏光线之前 为了汇聚更多的能量 这家伙会暂时停止移动 那时就是最好的进攻时机 我明白了 对了 凯莉 你好像对这个家伙很了解的样子 就是现在 丛林战俘 前两人 ゴマ 山 bones 小学生 山坡 山坡 都是 山老ld 在川祿 �inh 果然 对不起 其实刚才我就有所怀疑了 但是它一直被无尽金属覆盖着 现在 看见它真正的样子 我终于确认了 那怪物 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布里奇 怎么可能 虽然已经清除了 它身体表面的无尽金属 但在它的体内 仍然还残留着一些 我猜测 应该是凯莉外出时 不小心弄掉了布里奇 机缘巧合之下 布里奇沾上了 能够自由移动的无尽金属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渐渐的 布里奇就变成了 现在这副模样 受到无尽金属的影响 布里奇从一个普通的机器人 变成了一个异常 凶悍的巨型怪物 而它身上原本不起眼的装备 也变成了强大的武器 这也是为什么 不管怎么样攻击 都对它不起作用 没错 你全说对了 当初 我只是觉得设计一个 可以走路 眼睛会发光的机器人 会很好玩 但是 我怎么也没想到 到最后 我竟然是亲手 创造了一个可怕的怪物 竟然是布里奇 就是那个凯莉最宝贝的机器人吧 亲爱的玩具居然变成了怪物 凯莉该多伤心啊 再这样继续攻击的话 凯莉的宝物就要被毁掉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 真怪怪啊 来这里 很好 再走几步 好厉害呀 布里奇 你真是太棒了 你喜欢我夸你对吗 太好了 喜不喜欢呀 这么开心呀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 你还会这个动作呀 我的布里奇 是我最亲密的玩伴 无论去哪里 我都会把它带在身边 布里奇 不是玩具 而是陪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糟糕 布里奇体内的温度又上升了 这可怎么办 那可是凯莉的宝物啊 我可不想就这么破坏掉 陈飞 从里遇远车 你们没事吧 我知道守护 西元时是我的责任 可是 朋友对我来说也一样很重要 他们真是的东西 我也要守护到底 布里奇 布里奇 拜托了 停下来吧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想让布里奇停下来 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办 只能毁掉他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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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陈飞 我想守护的不是以前的回忆 从前的我 没能守住泰克诺 但是 现在此时的我 想守护蓝星 守护我眼前的朋友 所以 你放心去做吧 我明白了 雷霆摩托 我来了 快 光速开撞 引逸雷霆心态 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你…旋風 啊 再见 莫得起 别哭了 送你一张银河轩点信券 凯莉 大家伙儿 想把自己最宝贝的东西 送给你当礼物 真的吗 太谢谢你们了 我说陈飞 原来对你来说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银河轩的点心券呀 银河轩的点心可是我的最爱 你可别嫌弃 有了这张券呢 银河轩的点心随便吃 清风的礼物很特别 是一张大家的合照 送照片应该不会太奇怪吧 原来平时总板着脸的清风 还有这么贴心的一面呢 真够让人意外的 什么呀 我一直都很贴心啊 abund Dog 好了 似乎 似乎 从 那么 tre 哈哈哈